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台中共好设宅 这天上午其中西屯区国安一起好宅新建工程开工 斥资17亿8千多万元 提供500户优质住宅 预计112年底完工 市长卢秀燕表示西屯区国安一起好宅 是由原北屯区太原段好宅异地新建而来 由于北屯好宅量较多 因此移到需求度较高的西屯区 换至重建户数更多 也成为西屯第一个开工的好宅 唐市长卢秀燕与众人一同焚香祝导 祈求工程顺利完工 唐市政府积极推动台中共好设宅 其中西屯区国安一起好宅新建工程 这天上午举行开工典礼 也成为卢市长上任后规划西屯区第一个动工的好宅 今天我们开工的是整个台中市西屯区 第一个开工的社会住宅 第一个开工的好宅 那西屯区呢是过去是我们台中市第二大区域 人口第二多 可是过去没有一座好宅 没有一座社会住宅 所以过去有人批评说 台中市政府好像不重视西屯在地的年轻人 那所以今天呢 我们实现这样的计划 市府表示 北屯区已经有好几处好宅 但西屯是全台中人口第二多的行政区 却没有好宅因此经过通盘检讨 市府将原本北屯太原段好宅 异地新建制西屯区 户宿也从太原段的450户提升至国安一起的500户 并纳入社府机构店铺等功能 因为这个周边地区都是冯甲东海的年轻学子住在这边 那也靠近中科 所以这个地方的需求很大 所以我们这500户的部分 我们考量周边的环境 我们退缩了将近退缩超过20公尺以上 才盖这个房子 而且前面的南边的房子 它的量体是滴下去的 用它的屋顶来作为它的公共空间 滴下去把南边的阳光动具做出来 那把北边的房子长高出来之后 可以挡掉北风 那也在未来考虑在二期三期的规划 却市长强调台中好宅为年轻人而设 年轻人或是新婚育幼者 申请存租台中好宅有加分权重 并设置完善的社会福利措施 租金也相较市场行情便宜 希望能够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就杨中华台中朝报道